欢迎回到《动漫足球》的第二节 在这一节我每次订一个题目 其实这次我不想再说这个题目 又是凤凰计划 连我自己也说到我自己的门 但是永远这件事真的令到我不知怎样说 刚刚我看了《李小佬》的节目 听了不是听了 听了之后 我会觉得有什么好运 是这样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不是赤老卖老 你在这个圈子的时间短 我告诉你 我开始发现虽然我的资历没你那么久 KK 我发现现在我们这个节目 过去四个人加上都肯定过二百岁 但是我发现要做得久 你真的越是不会识足球的 不是不识 是不想识 我现在这一届看少了大约八十球 我告诉你 看少了 我都九十几 这一届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五场球 内阶可能我一场都放弃 为什么呢 好像说一些私人的东西 因为我脾气又臭 又紧张 有时候梦这些玻璃 你真是加不了货 货不对版 我不是货不对版 我觉得只有酒字 乱七八糟 有哪一场好呢 你告诉我 有些球队 无端端 为什么会被人射到 无端端这球会射到 无端端这球会射到 我说几十年球 我都没有办法讨计 球球队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讲球队也肯定形容 因为他转身慢 不是的 会转身很快 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 不如不看 我还想多捱几年 因为现在还能走得多 不想只捱包裂 六十五你又不用害怕 已经过了 我跟林郑说 明年八十岁以上都要找工作 这次是谭 六十岁才是中年 我八十多岁都是成年人 我还可以做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在CK正刚的节目里面 就请了一个政府官员上来 他对那个 体育专员 体育专员就非常满意 如果这样就看 坊间常在说 就算把问题丢到立法局 究竟放红计划会不会停止 检讨 反省 我相信就完全一条直路去 完全不放心 这个节目是给所有有关掌权人士 执政的人士 是一个定心院 所有的节目一圆 不如你再说 捉种有点 一定有钱给 不如我这样说 为什么我们经常针对他呢 我们不是针对 我们只是说出一个事实 我到现在 你不要说球迷 就算我相信圈内人 除了有某一两支球队之外 我不觉得有一样东西是比以前好 大家在说一样东西 为什么入场的 我最基本是看足球 看什么呢 看数字而已 我不懂得看其他东西 但如果当你的入场数字 是不停地向下调的情况之下 而大家都仍然觉得 不察觉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圈 或者这个生态 是真的一个很奇怪的生态 我不知道还拿什么来做标准 有没有解释给你听 让你死心 专员说 我们撥了这些钱给祝总 清分有成绩 你看三港杯 我们是多少年青 旧人出来听 不要放我 我先说一下 我没有放 五人足球成功了 多人参加 女子足球好了 凤凰计划 港超联 你看 结智又有私家场地 又拿到 接着呢 对对 一样打那么多场 就是因为 他还自己说 场地不够 我们正在想办法 想办法 想办法 如果我一个人说 场地不够 你让我和你分 有得了 然后他又不敢说 拆大枸墙 就是这样 你说这样的说法 你是不是会继续撥水 因为他的目标 他不管你搞成什么 只要你有个数目出来给我 就搞定了 政府也是这样的 你写报告 写得好 其实搞数字游戏 就不是 不是今世纪开始了 上世纪开始了 我最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1967年暴动 之后 当时评估为什么暴动呢 发觉就是说 有很多年轻 哄玩 不知道那些东西 人脆胸 他又可以人去做 最后就想着一件事 我们搞多些活动给小朋友 所以相比没有很多康罗 现在凤凰计划 他觉得成功的 一件事就是 你们多多八队 现在搞到十 十 数字游戏搞 那就多了很多就业机会 人工又提高了 最好笑 你这句才好笑 他说人工 你都没有听过某人说 三千元而已 不要说某人 我相信今季也仍有 不时都有 今季也肯定仍有 不时都有 我知道不时有 因为我主政的时期 都有 有些情况 但不时都有 不是一个问题 但到现在都有 到现在 叫做超级连赛的队伍 都有 因为我觉得 一件事 整个计划里面 我为什么完全看不到 理论上 就算圈内人也看不到 是一个远景 而他在资料幕里面 说了一句话 如果我当时来说 我真的会问他一句话 你说我可以 极致 有一个球场 我希望十支 港超联球队都有球场 但当人家问他 你会否协助一些地区球队 其实我不是说他答错 他说 因为你地区球队 已经去到一个商业球队 应该自己赚钱回来的 结智不是商业球队 是赚钱球队 只是他这个答法 我已经觉得是长远棍 我觉得是很飞烈 完全是一个 show 如果可以直接地区 他说 结智主动找到地 向他们申请 拿意见 我只问一句 为什么你地区不准竹总 训练清明军 要给一对私人的球队 训练清明军 我没有问他 有人已经答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什么时间上的问题 我们将来有将军澳 又有启德 就是不要多 如果你说 不要说有没有私人循帝 你说大埔元朗 又或者南区这些 你能不能够 都不要问你拿钱 你会不会是说 既然他在地区球队 你说他有否商业的问题 你的场地可不可以让他任用呢 不行 其实 其实 有些事情 我都觉得他对的 不是说对对球队 我就会帮你 对 你要自己去 自居去申请 结智老实说 他真话 他也是自己去申请 去找赞助 找成 是没错的 不过 他利用了一些什么 中间有些位都不顶 我又觉得 你又不可以说他不适合我 他没有不适合的 他又没有 没有人说他不适合 我没有去 银利荷包钱 去帮我 但有些人说不适合 不过 可能也对 因为他申请的时候 他不知道什么条件 你用基资 你指长练播 第二队不能认识 第二队不能认识 其实这件事 我就要 促诚一下 因为根据所说 他有多少个% 是比什么 比个%比什么 但有没有执行到 我就有些怀疑了 很简单 他说有一部份是公众租用的 其他甲组会都有的 大家去看看 其他的9队 有没有人在结智练播 有一队在 好像是 你慢慢认识那段时间 现在都去了 没有长地 因为没有长地 我又觉得一件事 很坦白说 曾经试过有一个节目 最近播出之后 就说了一场说话 很正确 我从来没有人听过 赞过竹种 是不是全部人都这么偏激 竹种真的没有好事做过 真的没有人赞过竹种 只要批评竹种做得不好 你看他多关照那些鬼佬 怎样关照那些鬼佬 但是如果你说关照那些鬼佬 更灰鞋 不是关照鬼佬 为什么这么多鬼佬 去到竹种打工 真的是掉头走 完全是 有一个跳船潮 是呀 一个做了三个月就走 另一个做了一个星期就走 那就是跳船潮 你们就觉得他跳船 是呀 他提早上岸 基本上就很像很多人 以前说的那一句 everything under my ban 全部都在我控制 你现在 喂大哥 我在某一个职务没有了 这个职务要到这样的时候 我说我中间三个月 三个月就没有钱 太大了 我要找办法了 这些就是 所以你现在在外面 我说完之后 很多人可能会骂我 每个人都一尾针 都叫梁孔德 是梁孔德 是梁孔德 你有没有看看 究竟这些事干 在竹女 哪个人说事 哪些人主权 搞成这样 梁孔德 是不是说得了事 某个傀儡 某权是 那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骂我 有些人都会骂我 骂我到霍英东 所以我说香港现在 真的没得搞的 哪有得搞的 因为他有一班 那班人 是死涌自那些人 其他就是骂我 不是骂我 很简单 现在竹中搞成这样 究竟是哪个责任 最重要 搞清楚这些人 董事五建 梁子山曾经出来说过 董事局是最高的决策机构 什么都要经过我们 其实董事局只有几个人 为何到现在 我们的球迷都不知道 究竟谁才是罪魁和首 现在连梁孔德 其实也是一个傀儡 那究竟谁才是 令到这些事情 变得这么差的局面 起码你的主席 不能说得了事 一定由董事局通过 那你董事局通过 上一次就说 开会只有国家名 的首席 他两个投资成票 那怎么会只有两个人 其他人都去哪 不止两个 三个 梁先生都在 梁先生不在 那次就说 刚刚不在 在就没事了 其实没关系 总之你一定要搞清楚 竹总 现在的运作是怎么样 哪个是最后决策 哪个负责 哪个负责请人 你要搞清楚才会很批评 所以我们经常说 竹总 竹总不敢 最后负责就不是竹总 是康文署的 政府的 康文署不给你钱 你只是申请的 你是申请的 但是你用什么人 他要临头 这次有没有临头 没有临头就不负责 这个白生 这个白生 拿着都不专利用的 如果康文署 下一次 康文署临头 他一定要临头 是啊 经他批评 他会不会去 很小心去看清楚 喂 有没有脱漏的 那些 有没有看成问题 那就没办法 你提一份东西上去 他会去批评 他会去批评 我们现在请人 我找到这个了 那样 你抓了那份东西 由谁负责都应该有个人 就是有个人负责 最后决定 康文署是批评的 康文署是不跟你决定的 要么是贊成 要么是否决 要么是问你的问题 为什么要请这个 之类之类 但是如何订阅那份合同 如何请谁 是由谁主席主席主席 是董事局主席主席 先重组了 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 你的朋友 不是吗 没有 你的朋友说想去 不是去去 我也想去 你想去哪 去看一看 我估计 上一届的董事局回来了 是 可以说明些 罗先生 肯想回入竹种 前罗太 是否回入竹种 都是一个愚民 现在他完全不作 的那些美声都不作 即是他出来讲完之后 的那些美声都不过 冷静了 也都不会再动了 所以我有些阴谋论 可能大家都已经 前梁太 可能 想回一些事情 就觉得自己愚蠢 原来全部都 坐坐坐坐 所以不要再出声了 是的 现在还有没有人 坦白说 就像我经常讲的政治 那些人说什么选特首 我现在叫你提一个特首出来 你都难了 即是现在抓种 我叫你提一个主席 你出来提一个主席 即是没有主席 你可以提得下的 那就是他们摆布 可能有些浪费 所以一件事 我觉得 都挺大机会 我觉得 其实在目前 我们来讲 哪个做都好 我们看不到 有一个人 能够可以将 一个圈的一些东西 是能够撥乱反正 他是可以撥乱反正 但是他不可以撥乱反正 我们要搞清楚 能力是有人有 其实除非有一个人 他肯花钱 肯花钱 而是告诉你 要不要找政府 我大把 他给二千五百万一年 我给五千万 那你就已经不用想了 但是你有 总常永远都是 你有没有能力 搞得到现在那些人先 可以的 我有钱 派钱 喂 现在那些人 现在那些人 每个人都不像我 那么穷 每个人都搭水 现在那些 董事哥 那些人 又不用水 那些人搭水 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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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未必受 不是的 总之 有一件事 他们那些人 一定 你要有钱 使得到 後面有人 就可以了 但是你一年半装 都搞不定了 李sir 就是我找得到 大把钱 多少千億 刚才KK所说的 就算我给你找到 会引退 愿意站出来 我反对 但是他也未必有一个概念 和方向 可以带大家走 首先你搞定 现在当权那些人 因为当权那些人 不是缺钱 他是想赚钱 但是你付钱 他不用 因为他是长远继续 还可以控制住 你随便 我付钱 不管你 不管你有什么用 他就照舊 他这边收你钱 那边就照顾 如果你要他听你说 你能付多少年 变化 我想 变化不会太大 你一定要长远计划 你以为 吴先生推翻王朝 那个计划 时间短了 即是推翻 六个月炳组 代表那些做法 跟随董事局制 就算你说 刚才你所说的 裕炳组 下面的杀人 曾经我访问过 一个名宿 如果你捉了 那个迪瑞 出来 做黄袍加身 行不行 他说不行 最大问题 就算你给他 黄袍加身 能够给他登岛基 他也不能够 带到他 走出困境 他不够 那么牙力 说到这里 真的 没什么想说 但又 不说不行 真的 当我看到 原来 钱仍然都和香港现在的状况一样 什么项目都是 放心 没问题 照样放下来 但怎么用呢 就没人知道 有多久才看到远景和受惠 也没人知道 所以 真是一个很悲凉的事 钱不是没有 KK刚才所说 钱有 亦都有人愿意给出来 但永远 不是用得其所 反而 今天我也想讲讲 那个话题 可能只剩下来 就是关于一个大球场的问题 大球场的问题 一开始 其实很坦白说 我现在不是做一个恒常节目 其实在那一刻 我也想马上讲 我说这个问题 其实我个人认为 大球场是必须重建 重建的理由 就是我不是这样 以一个个人的观点 去说一件事 因为我也准备了一些照片 和一些照片 和一些照片 我麻烦同事 现在就把照片和短片 开始放出来 你看到这些照片 就看到大球场里面 这些不是很秘密的照片 这些照片 你只要每一天早上 和捉住黄昏的时候 走到大球场的门口 铁栏里面 你就会看到 看到的了 那些是什么照片 他不是在演唱会 他不是在演唱会 而是在做一个保登的工作 是的 那个保登的工作 我曾经和KK问过 大球场的一些养草管理的人 他们有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这个情况的草地 没有可能会复原到以前那样 最多 最理想的状态 最看跪照的 七成 为什么是这样呢 是有没有办法 可以再补救到这个草地的问题 找到地上 不行 除非你把政府大球场真的拆掉 原来由温布莱公司 在这个重建大球场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因为草 是一定要用一个光合状的原理 而阳光不能够完全覆盖面 透射到下去 被两边看台遮盖住了 现在只能够用一个保登的效果 去能够可以保养草地 用阳光灯来保代替太阳 是 代替太阳 另外第二件事 先说 如果你想一个有理想的场地 去继续去搞一些项目的话 这个基本已经是一个不符合的标准的草地 你只会继续使用下去 就制造一些国际的笑柄 又或者可能现在都做了补救方法 就少一些比赛 那些草就选度性低一点 但同样地 使用率的问题 如果使用率的问题 我想 我了解 好啦 哀 развит 把彎仔的牆壁 然後說要拆大球場 把彎仔的牆壁 變成這個跑道 即是可以被公眾跑步的地方搬到大球場 然後就把大球場拆小 簡單來說 但很多當時出現這件事之後的人 就會說我們要守護大球場 我們要捍衛我們的球場 我們要捍衛甚麼 我們要捍衛甚麼 我想跟大家說 剛剛對上一場 不計這個銀牌決賽 就是對上一場的聯賽 是東方對李文 那場主場賽事811人 即是說那場球的入場率 就是大球場的五十分之一 我只能夠說一句 如果你真的要守護大球場 之前郭嘉樂說得很對 你坐爆一次大球場給我看 其實香港發生很多類似的情況 就是我們要 保育懷舊小店 那些茶餐廳快要拆 就一窩蜂躲過去 就說我很懷念這個地方 但他不說倒閉的時候 是沒有人幫助的 現在大球場就是這個問題 我看到 其實幾可悲的事就是 你們口口聲聲說 要支持香港足球 究竟有多少人 真金白人給錢入場去撐 你撐來看看 我做一次給別人看 我覺得這件事 是在香港經常發生的事 大球場拆不拆 已經是這個入場率 反映到很明顯 其實叫做用不得其所 你每場球 我覺得今年 三千多人 三四千 銀牌決賽都是四千多人 三千七百多 銀牌決賽 未夠四千 大家唯獨有機會 多過一萬人 就是接下來的賀瑞杯 因為有廢託來香港 都是搞外隊賽事 本土賽事 一年一次 還要廢託 不是每年都來 其實大球場有數得計 由他成立到今時今日 坐到爆棚的 不超過五場 真的 都沒有說廣播 怎麼會爆棚 一隻手廣播 一年都不止實場 我記憶所及 阿歇四強一次 都不是本土賽事 阿歇四強 本土賽是扯過一次 黃國 藍馬隊結智 那場 有兩隊球都不是爆 聖保羅不爆 巴西國家隊都不爆 王家馬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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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多利亞 大球場拆不拆呢 我的看法是這樣 純粹站在足球來說 拆 但問題是出現 你建了一個團徑場 是否保留灣仔那個 還有 建了一個團徑場 你的收費是怎樣 忽然之間 給灣仔的貴十倍 那誰可以跑團徑 你政府一定要保證 不拆灣仔那個 灣仔的分圈場 這個比賽場 長租一定與田徑總會 或者有關單位為先 長租要便宜的 那我就贊成他拆 因為大球場 正如幾十年前 沙利市 死鬼沙利市所說的 沒有價值的 政府上去跟他開會 想市政局起大球場 沙利市問一句 這一年內 這個大球場幾多次坐滿人的 沒有 那你也夠了 我還想起一個大球場給你 因為你根本這個場地都填滿 那當年為何要建一個四萬人的大球場 大家眾所知 他不只是開足球 他開了演唱會 尤其最主要是希望製造另一個露天的紅館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當年阿倫開過一個小小的演唱會 然後被人禁止 不能撞開 但這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香港想搞粒比 馬會其實想搞大型的大型 所以要給他一些錢 然後再改吧 其實舊大球場的時候 都已經搞粒比 因為每年都不夠用 只有二萬多位 賺得不夠多 他們感覺到我們可以 多些位置 我們一樣賺到 扔這麼多錢 一定要虛陷一點 當時也覺得 當時當年代的足球很虛陷 二萬八人隨時都爆 很多場都爆 變成政府又想想 又易得投資 所以改建 誰知道日後之後 有爆棚的就是 足球的大型 絕見 就算你不是這個樣子 他想搞什麼 有年人做的 有年人做的 有的 有些音樂的頒獎典 但很可惜 真的不能夠做到一個綜合性 他有計算過 如果你去到四萬 單憑體育 是不能夠支持整個營運開支的 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是其他項目 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首先先撇除演唱會 就是講回體育 就在去年來講 所有運動項目 加起來使用大球場 都是只有二十多次 二十多 這麼多個項目 你如果沒有跑到 三百十五天 只有二十多人 如果沒有跑到 就很難找人使用大球場 是的 又多 常租又貴 做什麼的常租又貴 是的 第二 為什麼我要求 首先 第一 所有的球迷 你要知道 使用率是最實際的 如果使用率高 政府不會孟然提出 一個這樣的項目 第一 第二 我不明白你們在拆什麼 為什麼呢 他現在不是拆了 不給你 不過是給小了 你而已 我認為是小了 八千個座位 他現在只是原地重建 給你 如果你是拆了消失 那又是另一件事 他是拆了之後 再給你 那個位 其實敏心那句 KK為什麼要拆了不起來 其實我希望是重建的 但其實另外一件事 大球場 你倆都是經驗 即是年資內部 我肯大球場看球 一定是由舊大球場開始 或者舊了幾代 大球場是一個天險的位置 理論上是不適宜放這麼多人在那裡 沒有什麼球場 只有一條途山路 如果真是講足你死陣 一個馬蹄營 你大家想想 南華會都燒不死人 跑馬地未必燒死人 港會唱未必燒死人 但是如果大球場發生 事故是絕對會死人 沒有一個球場 只有一條路 沒有一個球場 變得很簡單 其實你也想想 你也要為周邊的居民 想想 如果真的這個場地 有機會爆發的時候 人家真的很慘 我們記得以前 二萬八人的情況 已經很虛陷 一個人就 嘩 那時候還沒有那些蠔窄在上高 那時候還沒有,只是有一條叫做文村 正文村? 是的,在大球場的大宗後面 簡單來說,當初想起大球場的起草 他想不到起了那麼多蠔窄 讓陽光不夠時間 所以就有了 其實市民應該在所謂撐的時候 好像國家樂說,你又不去看,買票看 撐你又不喜歡,撐你又不喜歡 撐你袋又更加不喜歡 因為其實間接撐你的袋子會花錢 我們如果要理性 你想想,一邊外面的球場是一個經理 大球場是很多很多經理的 你想想,薪金多重要 還要現在浪費多少電 天天去補充 政府虧損也很重要 沒錯 要跌貼很多錢,是不值得的 我們理性一點去看 除了數字之外 其實如果他重建之後 把球場起小一點 其實每一場比賽的成本低了 會不會球隊用球場的機會會多了 其實我有一點個人意見 因為其實外於我來說 如果你身為一個踢球的球員 其實一個球員和一個歌手 每一個歌手的夢想一定是去洪門開演唱會 每一個球員,如果人生一再細 如果你那個球員都沒有踢過大球場 都很波及有限 我可以這樣說 亦都沒有踢,不是職業球員 如果他是一個夢想的地 其實我建議 既然政府起回給你,是應該重建的 你說去不到28,000,沒有所謂 但8,000我認為少 因為大球場,大球場 你可不可以只有8,000個座位 其實我... 現在是... 現在是8,000 現在是4萬 但多數是39,000 我覺得你就算不去2萬 中容一點,15,000,13,000 其實很多球迷都在爭論這件事 一定要超過1萬 一定要超過1萬 你才叫大球場 這是一個傳統 你連跑道,西方看來 你1萬人都不夠大 你8,000就太少 你就是將香港的足球降距 還有希望做到無縫交接 就是你真的要重建這個 你要肯定看得到那個容度 不要只依賴旺角場 你一定要有很多事情 要做到一個交接 這件事我又... 同意大友的問題 你現在用大球場 也不時間不多 是 都分別不敗 你每一季都... 你放在大球場 那些人都... 吵怨巴掌說 應該放在旺角場 我們做些統計 一季裡面 就是講本地賽事 不算決賽 可能當成三場 決賽在大球場 現在間不中 青鷹杯、粥種杯 都放在旺角 其實呢 只是算你自己主場 那一隊 譬如說今年的東方 去年飛馬 九場 都不是九場 因為他不是場場主場 都在大球場踢 踢踢下 又說大球場封場 又說踢足球 又要改 其實老實說 一年可能只有六、七場 我算你踢粥 都是九場 都是九場 加上三個杯賽 十二場 我想在很多球迷的印象中 看外隊才去大球場 對 各位拍檔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很可悲的問題 人原來要倒後望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將爆棚的標準 由以往的二萬八去不到四萬 四萬又落不回二萬八 如果我們將來 目前有鳳凰計劃 又有我們將來要重建的硬件 原來我們爆棚的標準 去到幾千 如果你說像王國那樣 王國已經由以前的全盛時期 八千個座位 已經減到六千多 現在是六千多 六千多 六千多叫爆棚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覺得 其實六千多一場球 如果以現在的班費來說 真的被你長長爆棚 都是虧的 這件事 沒得說 剛少這件事 直接撕開 搞足球 我可以告訴你 沒有賺蝕這兩個字 其實 是要用多少錢 但是數字沒理由向後望 是一定的 例如剛才基基所說 以前我講長南華隊 港會有四五千人 可能已經是 其實先不要說賺蝕 就算現在最強最強的 國際性隊伍 如果單靠換票來說 是蝕的 但是賺的地方是甚麼 是賺助的 但是問題 我只是問一件事 就是 廣告收費 電視傳播收費 這兩派很大數 接著是自己做的球衣 宣傳 那些賺助商 但是我想帶出一個問題 大家會不會覺得 真的很悲良 原來大家看標準 要看得這麼低 原來要看著幾千來做事 我不覺得悲良 我們已經預算了 這也要因應實際的 沒錯 你強求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始終說到最後 都要去恆常比賽 香港足球就是本地賽事 本地賽事就是常常都不超過一千人 對 老實說 難道他們經常都懷念著我們說 四千多、四萬多 萬多 只是自己辛苦自己 老實說 其實買票不要說 就算個別有一些賽事 一次賽事 可能不是什麼特別 你派票也是沒有人看的 你想想你為什麼 你主要原因就是 香港人對足球的熱情 淡了 停留在口裡 不是 現在不是這麼說 不是說哪一隊 是整個足球的人淡了 是啊 其實不是香港的 不是香港的 就算是 其他的都不會 不是單純 只是球隊打得不頑 是很多原因的 譬如說 社會環境原因 之類之類的 問題就是 你一定要解決了 你基本的原因就是足球 然後你才考慮其他社會 打遊戲機 他去看電影 那些才算 你用你的魔力吸引它回來 現在就不是 好像放屁一樣 剛才我們說了Watby 即是說七攬 其實是一個很 大家都這麼多年來 一直朝著他去幻想 為什麼呢 七攬就是 他們一個籃球總會 一年只搞一個賽事 打兩三天 然後就靠那幾天的收入 他們可以溫一年的所有開支 為什麼我們香港足球不可以這樣 但還有一樣 平時沒有什麼人看的 你要考慮這些 譬如 忽然之間有人看 對 他當然有他的原因 對 四看八地 不是只有他 說不定就是他 他當然有他的原因 其實你賺爆他 不是因為你香港有這麼多 而是周圍都會來 來 香港也很多 其實我反而 因為如果你將他降低 去一萬左右的位置 這樣可以去打 照樣可以用回去打 打聯賽什麼都可以 甚至乎 你就說 我仍然 即是啟德園 將來建立一個很大的 很大型的 不如你去政府也好 好像找黃馬來也不少錢 黃馬爆了 一千二元一張票 大哥 我記得當時 我還有一種種做全職 發覺最快去賣完的票 就是最貴的票 大哥 我們 我們被人打爆電話 其實 沒有朋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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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得對 即是說 香港人不怕花錢 對 你值不值得我花錢 對 為何不可以抓種 以試一下一件事 想想一件大事 揮揮你 像Ruby那樣 搞一個大型的 說到收錢 我說到題外話 結支 加價加了這麼多 一樣這麼多人看 還多了 對 所以香港不是說錢 你值不值得我 你有沒有那些人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一種方法 能夠吸引他回到 沒錯 足球 只要今年不夠十 對整隊上來打 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有關的 講到這個題外說, 由港瀟聯到現在, 這麼多人被邀請, 被跳升的, 是一對副力的, 有些比例而已, 港會馬上走回去, 你看今年的海景, 亂想想, 那個年的什麼, 全部都沒有成績, 還有一樣, 沒有入場觀眾支持, 他老了命, 副力, 好像今年, 市場, 未曾試過, 一場是超過一千的 我昨天才跟某人說, 這個數字很有趣, 為何常常有七百多人, 有多少人都是七百多人 就算你說以前, 港會主場賽事不是很多座位, 就算自己的粉絲也好, 加上對潔志也好, 對其他東方龍師那些, 港會場也不爆 剛才說回徽徽所說的一句話, 你們說入場支持大球場, 要保育這個問題, 我就試過見證一次, 就是在大球場最後一次, 甲組聯賽, 當時叫甲組聯賽, 最後一場錯事, 已經事先公佈, 這場就是最後一場甲組錯事 接著大球場會拆了, 會重建的, 那場球我記得, 徽國手動, 東方對魚丸, 我忘記了 一定有東方, 一定是, 我記得有東方 那場球都不爆, 不要說爆, 似乎五成都沒有, 港命, 保育, 當年都不保了 基本上是, 人對足球, 本地足球 他們所有香港球, 難為我用一個貶意地說, 全部都停留在Facebook 你現在還有一件, 我們說回老本行, 宣傳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點, 現在香港超聯是缺乏了大眾的宣傳, 只是獨佈一兩個人的宣傳 一兩個台的宣傳, 其他不理你 為什麼我剛才所說, 我說有什麼差得比以前呢? 我不記得, 你跟他宣傳, 他還認為你不對 大哥, 他可以搬割你, 不給你證 他不明白那個宣傳的重要性 還有我又覺得一件事, 首先, 大家最後一個題目, 就是剛才我想說 如果去到一個又說, 好像與時並進, 又說什麼收費頻道 大家其實問心一句, 好像很方便 因為實際上, 以往是缺失了某一些觀眾殘忍 以往最後一次電視直播權, 就是ATV倒閉的時候 反而我認為那一刻是看《尼波》很容易的 因為他晚上馬上重播回《尼波》 你主要就是, 每個人都有電視機都看到的 現在不是說他不適宜 你現在沒有電腦, 看不到的 你沒有電腦, 看不到的 我想問, 有些真的五十多歲, 真的不懂電腦 是不是看不到的 就是要用的, 就算現在上去 接著現在還要收到錢 就是要進入那個會 是的, 現在你說, 以我認知, 曾經好像是三十一二台有申請過 後來又重播了 港台三十一 三十一講過是申請這個電視直播權 其實我覺得電視直播權, 這個和網上直播權 是可以同時間和亞洲這樣發展的 你一個聯賽, 如果 老鑑當雄, 他們在廣播的時候 又商台又行 又商台, 又我們, 又無線, 全部都行 什麼要爆棚呢 如果你想港超聯受眾 應該是覆蓋面要多宣傳 不是的, 現在我想看港超聯真的很困難 我好像很貼意地說 遲早港超聯再發展下去 我都覺得好像是一個神秘聯賽 就是, 你只能靠看資訊 新聞, 你才知道, 原來今天哪隊對哪隊 是贏了球 你想看就沒有看, 看不到 是, 你可能要付錢 它是私有化的 其實, 中間有些東西 一定要有一個, 好像是老鑑說 一定要有一個, 包裝那些東西 你要普及才可以有頻道 就是, 包裝得好 我又擦一下自己的鞋 你只是五三話那句 他對, 球員要宣傳的 要做, 球星要製造的 你怎樣製造? 但是他都說過, 有成績 那些人自然會入場 不用宣傳的 哈哈哈哈 對, 他那隊來說 對, 他就是這樣 你有成績也沒用 誰告訴球迷你打得好 誰告訴球迷你打得好 誰告訴你有成績 成績也是要經過宣傳 每屆宣傳的 如果他說的成績 每場場場場坡都有二千人 我就相信他的成績 沒有 那就只有那些對強隊那幾場 對海警有沒有人去看 那都是沒有人去看 為什麼以前六七十年來的球星 現在還有那麼多人認識呢 到現在新的那些沒有什麼人認識呢 就是宣傳而已 宣傳 那時候每個都宣傳到都入了腦 中祖, 胡國鴻 都入了腦 現在, 你在看現在 我想可以的 叫他說十個球員出來 就馬上說 記得我們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大球場看球 就有些阿哥在那裡拿著 那場球的 哇, 免費報紙 大球上 大球上 哎呀, 兩隊 哇, 還接起他們的草柱 問題就是 現在沒有的 你要吸引新球迷 很簡單 譬如我 很少看足球的 入隊 那你要令到他那二十二個球員 是什麼球員 讓他隨時知道 喂, 他看那二十二個球員 走來走去, 他都不認識那些人 什麼人啊 那你有個媒介給他認識那二十二個球員 我個人意見就是這樣 才有興趣看 還有看二十二個 沒有過息 走來走去 對, 沒錯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3C 這麼值錢 就是這樣 為什麼電視機 還要聽3C 他拿進球場 我們說回到大球場的問題 剛才的問題 我回應剛才的疑問 如果現在政府已經落實了 要重建大球場 他現在告訴大家 最後一場大球場 你覺得可不可以坐得爆 不會 除非外隊 叫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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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大球場 不要拆 不要 簽個名字 一定要去 全部都出來 是啊 在那裡示威 我們支持 免費讓你入場 還可以見報 免費讓你進去 免費見報 你要拜 買票支持 那就 雖然我們剛才所說的覆蓋面 又有足總 又有政府 又有其他事情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一個運動 不會單純是死在某一方面 每一方面都應該有一個雜誤 全部都應該有一個雜誤 就是我覺得 算是新精口 不要罵到什麼 先罵些明年 不要罵他 我們沒有罵他 一條鑰匙 我怕我再說下去 我的血壓游升 命都短幾年 我一四幾 我一八八八十幾 嚇到我 嚇到什麼 我一五都沒見過 我最高都是一四零 一四一 我差就是因為差 平時一二幾 來到這裡 新年流流 免費什麼 祝各位財運亨通 另外兩位拍檔有什麼祝個說話 今年是豬年 豬年最好 因為很多人入錢 因為前面當然是豬 不肯不停入 好 我快要整個衣服 背脊穿個洞 等他下船 好像一隻豬一樣 家肥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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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就健健健康 身體健康 行得站得 行得行得 行得 豬溫那些出現 我祝總繼續豬籠入水 放心 你一定會捉 真的 節目到此為止 我們季尾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